各位朋友大家平安 很高兴我们一起思考上帝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中 当我们犯错迷失时 爱我们的上帝不忍我们沉沦在黑暗罪恶之中 他不断地用各样的方式呼唤着我们 要回转回来吧 今天的圣经耶利米书第三章十四节的前半段说 耶和华说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 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美国流行歌手 惠妮 Houston 从小就跟着父母在敬信会教会长大 她的母亲也是一位知名的福音歌手 惠妮十一岁开始 她就在纽泽西新希望敬信会开始服侍 同时她也出入教灵恩的五旬节教牌 惠妮不当歌唱也演电影 然而正当惠妮她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 1992年她宣布下架给乐团上数有坏小子 她又吸毒又花心的巴比布朗 这档婚姻是家人反对 舆论也不看好 果然结婚后惠妮也开始跟着她的丈夫 一起吸毒开始多了 在2002年 惠妮接受美国ABC电台访问 她坦诚她每天都在祷告 同时每天都在和毒品酒精在奋战 在婚姻生活中 惠妮不堪巴比长期的言语暴力和精神虐待 使得惠妮在这个婚姻中 她的生命她的事业都受了很大的亏损 在女儿的鼓励之下 2007年正式结束了这一场长达15年的婚姻 2009年9月惠妮她接受欧普拉的访问 她明知道这是一个有超高收视率的一个节目 而且她的新唱片发片即在 却仍然选择以无以计数的观众面前 直接坦诚自己和前夫西什大麻和骨科姐 在访问中她深深地懊悔过去所作所为 并且她说她不怪前夫 一切都怪自己 她透过这些苦难和考验 反而使得她对主的信心越发坚定 使得认罪悔改 是我们在神面前得着心灵平安的第一步 预备自己来领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恩典 得着救恩之乐 我仰望你是惠妮最后一张唱片的主打歌 也是美国告示牌排行榜冠军曲 惠妮说这首歌总结了她所有想要说的话 有人在猜她到底是仰望谁 是歌迷还是她的母亲 惠妮告诉欧普拉 是一位比你我更伟大的 她在早安美国节目里 献唱了这首歌时 她悄悄改了歌词说 当你失去一切振作的力量 在她里面你会得到刚强 她鼓励歌迷在她里面寻求力量 亲爱的朋友 上帝的持神爱索 不断的牵引着我们回到她的面前 她呼唤着我们 等待着我们 回来吧 回到爱你的上帝面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